大家好,回到 Prison Break 大概一星期前,有宗新聞挺震撼的 就是中國試射超音速滑翔機 這宗文件是英國金融時報 即是FT Financial Times 報的 還放在頭版上,大大隻字 出來之後,不久就再出另外一份文章 說其實是虧了兩次的大陸 即是找回一些資料 我相信大家都起碼聽過這件事 我上網看其他KOL 他們都很多人說的,現在基本上 有些說得很好,有些說得一般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說到背後的技術 我就想趁這個機會補充說背後的技術 因為從這個工程角度都挺過癮的 所以加上政治方面 這裏應該都可以講兩集的 我和金仔 未進入正題之前 不如金仔 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還有有多了解 我只是知道原本那個賽道 大家都是說那些戰機 對中國的期望 來來去去都是 簽20 去到這些系列的系列 簽系列 但是如果你說這個超音速這個 你覺得在駕駛上面 究竟在引擎方面 大家經常講的 還是那種降落 究竟是起飛之後很快 還是降落那方面 因為我想兩個 大家討論的 如果降落的 我想會影響的就是那個 暴陣 我想是在不同的艦艦 那些航母艦群 或者在人工島都可以降落呢 那如果你說起飛速度 那我想就是講一些 戰略性的一些 更加多的可能性可以做 那我就不太知道 想問一問你 現在呢 因為是模糊的 因為這個FT 金融時報所講的話 就是說 7月27號 中國就試了一個 叫做 英文叫做 Fractional Orbital Bombardment System 那我就上網譯翻 我不知道這個中文 這個翻譯是否正確 我現在嘗試說出來 可能是錯的 那中文就是 分數軌道 攻擊 不是 攻擊系統 那英文呢 就是 Fractional Orbital Bombardment System 簡稱叫做 Forbes FOBS 就是他們就說 中國大陸 7月27次試了 然後8月13日就再試多和 這個呢 它就沒有清晰說是什麼 那可能是一個普通的超音速滑翔機來的 那超音速滑翔機 還有這個這樣的 Falbes 這個這樣的 分數 軌道 轟擊系統 是兩樣東西來的 一會兒會說 這份報道出了之後 就都幾大的 都幾震撼的 因為全世界都說 報道中就說 美國有幾個官員 說透露了這件事 其中呢 有那些官員就說是跌了下巴的 基本上是 似乎中國是違反了物理定律 當然沒有這麼誇張 間接地說美國那邊炸 其實這些事情 如果美國更厲害 其實他們都可以搞的 一會兒會說多些 另外呢 就說 那個報道 FT金融時報的報道 就是說 這個這樣的測試 就是這個這樣的 大陸這個測試 就是覆蓋全世界 但是呢 就打不中目標 就是失去了目標的 那失去了多少呢 是成30公里的 那所以呢 就可以當是一個 半成功半失敗的試驗 打不中目標 但是呢 仍然都 是 都 打得差不多那個地方 還要是可以覆蓋全世界的 那很多疑點了 因為它沒有說 在哪裏降落 我們當然 是assume 在中國 國家境內 到發射 點火發射 如果覆蓋全世界的 那就是說 都降落在中國 就是那個目標地 都是中國的範圍 但是又不知道在哪裏 OK 這些東西完全沒有說 出來之後呢 國務院 接立堅 就說錯 不是武器來的 只不過是一些 可以載用的太空飛機 那麼多 各有各講 其實各有各都有誤導的 包括接立堅 國務院 當然了 如果你是國務院 接立堅當然是不會說 這個是武器來的 當然是說 這個是和平性的太空船 太空飛機 但是 很容易武器化 這些東西 所以 現在很多東西都猜猜一下 很多東西都不清醒 但是 有什麼是知道的 就似乎 就是一個 超音速滑腸機 加起來 分數 就是軌道 轟道 轟道 轟擊 系統 這兩樣東西加起來 那麼 有什麼特別呢 為什麼這麼害怕呢 因為這個是 你當是什麼 它是飛到太空的 但是好像一隻飛機 那樣的 因為它傳統的導彈 就是傳統的 洲際導彈 就是那些 軌道導彈 大家都應該聽過 軌道導彈 那個 應該說 彈道導彈 就是傳統的彈道導彈 傳統的彈道導彈 那個飛行軌道 其實是很容易 猜到 很容易計出來的 你基本上是一個 調轉的U型 就是分開 就是初段、中段和中段 就是 凡是彈道導彈 都是一個 調轉的U型 這樣的 這個 調轉U型的軌道 是 敵人 就是當你 當敵人知道 在哪裡發射 其實是可以很容易 猜到 在哪裡會降落 就是那個目擊地在哪裡 尤其是那個 導彈導彈去到 中段那裡 一個例子 假設在 新疆 或者內蒙這些地方 解放關 就發射那些 東風 41 發射了 初段 就不知道去哪裡 因為初段 就仍然是 爬著 升空 去到中段 那個時候 其實 都猜到它在哪裡 去到這個 末段的時候 就是知道那個 是打去哪裡 到時候 那時候已經知道 是打去 打去紐約 或者打去 這個 洛杉磯 或者打去 芝加哥 那些地方 去到中段 去到這個 末段 其實都知道了 那既然你知道了 美國那個防空系統 那個 這個 missile defense 就可以射 可以攔截這些 這樣的 導彈 但是現在這個 這樣的 滑牆機 它是不同方向 同樣是高高低低 左左右右 這樣 你是猜不到它是哪裡 那 我問問你 這個是基本數學 和物理來的 兩點 A和B 最短的距離 那個 軌道 可以說是 怎麼樣 你這樣說 其實我想回答 另一個問題 我這樣思考 剛才你說 是否不差 有30公里 但是我想說 兩件事 我想到整個圖片 我不知道我能否想到 你剛才說 如果說得不對 就是說 現在就是 中國在這個 這個方面 就是畫場機方面 有一個 超音速畫場機方面 有一個很大的突破 那 令到 一般 可能是西方 他們想的那些 預設中的所有的防禦系統 嘩 都沒有想過 有一種這樣的東西出現 接著 而僅僅呢 就是 有30公里的 我難聽你說的 我不是很認識軍事 但是 好像殺不設計 尾了一點點 因為你去到那個速度 就是一個很微妙 你用時間來看 是不知道多少微妙的午差 難聽你說的 叫做殺不設計 可能我想是那個pilot 本身 就是沒有adapt到這個 因為實戰經驗的原因 其實呢 幾樣東西 是沒有pilot的 是沒有人在裏面 這個是純粹是飛彈來的 這樣的 那一會兒會說多些 為什麽它 它錯過了那個target 在30公里 但是去到那個問題 如果2點A和B 最短的軌道 或者那個pilot 是會怎樣的 答不答到呢 我答吧 是一條直線 OK 2點A和B 最短就是一條直線 那傳統的飛彈 傳統的導彈 彈道導彈 是一條直線 如果你由太空看下來 是一條直線 但是現在就不是 現在呢 好像可以繞幾個圈 甚至乎 如果我登圖給大家看 你可以由環繞世界幾個圈 然後打美國 或者打歐洲 或者打英國 那美國那些這樣的防空系統 防導彈系統 全部在向著北面 那為什麽向北面 因為以前冷戰 美國和俄羅斯 就在那裡 Arms Race 就在那裡 互相 軍事競賽 大家都建造了很多 導彈 核武 那最近的距離 如果俄羅斯去攻擊美國 就是透過 北極和加拿大 這樣射過去的 那所以美國那些防空雷達 防空雷系統 和現在它那些這樣的 Missile Defense 那些這樣的 Interceptor 全部在美國北面 全部是向美國北面 加拿大那些 那如果中國有這樣的 hypersonic Glide Vehicle 超音速滑場機 它可以繞幾個圈 然後在墨西哥那邊攻擊美國 那美國南邊 德州 阿里蘇納 新西哥那邊是完全沒有這樣的雷達 就是完全擋不了 所以美國就這麼害怕 加多一點點東西 另外 就算美國是測到這些這樣的飛機 這些這樣的滑場機 它都只是一個體字 不可以攔截他們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本身 美國是沒有這些東西 美國那些這樣的 防導彈系統 那些這樣的飛彈 它本身都是一些彈導彈 去攔截 敵人那些這樣的導彈 這樣 但是呢 你彈到導彈呢 是飛得慢 還有不懂得 即是這麼急速地轉彎 去攔截 這些這樣的滑場機 明明這件事 監仔 解釋得行不行 有些拗頭 不過我想 我的解讀 如果不是插國式軍事的聽眾 一聽 即是說 現在這樣的 中國這個新的戰略武器 是打破了以前所有的 不如這樣 我用另外一個比喻 即是 以前就是 即是現在那個情況 就是中國那些這樣的滑場機 就是一架林寶堅尼 美國那些防空導彈 那些這樣的防彈道導彈 那些導彈 是一架Corolla 或者一架日本Van 即是以前傳統來說 一架Van去攔截另外一架Van 即是在道路上 是可以的 你見到一架Van 那李金仔就拿著另外一個Van 去撞它 它就去不了那個目標地了 OK 但是現在呢 對方就不是另外一個Van 是一架林寶堅尼 那你拿著一個Van 可不可以攔截一架林寶堅尼呢 那個答案是不行的 就是這樣了 即是這個是物理的問題 但是美國現在現有那些防空的彈道導彈呢 是不可以攔截這些滑翔機的 因為速度快很多 還有它可以轉彎高高低低 它基本上那個軌道是計不到 是很猜不到的 就是有這件事 就是有這件事 你講吧 對它來說其實很大的衝擊 對呀 它沒有了盾 還有只有一個矛 那這樣講開那個盾 即是它本身那個防空系統呢 其實呢 都運作了都有十幾年的了 但是呢 過去那十幾年呢 它就不停地有測試了 但是這些測試呢 是成功率呢 只有那半數而已 就是一半成功一半失敗的 還要是這個試驗的環境之下失敗 就是攔截一兩顆傳統地的導彈 就是如果你不要說什麼超音速滑船機 只是普通 好像這些東風41 或者東風31 或者俄羅斯那些這樣的導彈 飛過來 如果真是打你美國 真是打你美國 它就不會 就是解放軍和俄羅斯 就不會飛一兩顆過來的 是發射成堆的 那你美國 過去那十幾年的測試 在這個測試條件之下 只是試過一兩顆 攔截一兩顆呢 都失敗的 你怎樣去面對 一羅解放軍 或者俄羅斯的飛彈 那些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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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攔截不到的 傳統的飛彈 美國那個系統都攔截不到的 何況現在這樣的滑船機 超音速滑船機 滑船機 更加不行了 所以現在他們是很害怕的 當然我們就不要說解放軍很厲害 這些機器基本上是 現在都是試驗階段 現在很多東西都不清楚 趙立堅說 不是武器的 我們只是試太空飛機 當然是的 但是他沒有說到可以很容易武器化的 那講了一些東西 有消息 有另外一些分析 就說這個滑船機 就是由一個長征二師火箭 帶上去的 那這裏呢 就都幾古惑的 就是由這個中國的這方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近來 不是近來 就是過去這幾年呢 中國不停地 射一些衛星上太空的 有些是衛星 有些就是 例如神州13號 12號 11號 這個太空船 這個空間站 有關 有些又另外一些長御2號 或者這個火星任務 就是過去這幾年 幾乎每個月 都有一兩次的發射的 全部都是長征火箭 大家都知道 長征很多號 2號 3號 4號 5號 6號都差不多出了 這次的試驗呢 是用長征2號師的 那就是表面上呢 好像一個很普通的太空發射 又是扔一些衛星上去 是這樣的 但是呢 原來呢 是試驗這個滑翔機來的 都幾過癮 不要緊 我繼續說 這個 Facial Orbital Bombardment System 就是這個分數軌道 轟擊系統 它是在氧氣層上面飛的 就是在太空飛 那在太空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空間來的 沒有任何氣體 那如果沒有任何氣體 那個resistance 就是那個阻力就減低了 那所以它可以 就是如果去到太空 它可以飛得很快 可以不用怎麼燒燃料 它可以在地球繞很多個圈 繞多少個圈都可以的 選擇了個目標 就下來 就穿回 進去氧氣層 下來地球那裡 然後呢 就放那個滑翔機出來 然後就打個目標 當它 進回 去氧氣層 那裡 就是進回地球 放那個滑翔機 那個滑翔機 可以 好像飛機那樣飛 可以高高低低 左左右右 這樣的 就是令到那個 那個 末段 是很難猜 猜不到 令到 敵方那個防禦系統 是 就算幸運 看到你 都攔截不到 因為你又快 又在動 那就打到目標 就是這樣 那 究竟有幾快 因為 超音速這個字有幾快 超音速的定義 就是 Mk5 至Mk5以上 Mk5就是超音 這個音速 就是一個Mk 就是一個馬克 就是一個超音速 一個超音速 就是大概 每時 不是 每秒 每秒可以飛 355米左右 這個就是1Mk 一個馬克 你照成 5Mk 是乘5 6Mk 就是乘6 現在這個 真的不知道幾快 但是 就 起碼 5個 馬克 6個馬克 7個馬克 俄羅斯 它本身都有一些 去到 十幾馬克以上 現在中國解放軍 有一個導彈系統 就叫做 東風-17 東風-17 那個速度 都應該是去到 5 或者6馬克 以上 應該是 7個左右 這個東風-17 系統 就 19年 就第一次 建的 現在已經是 在服役中 但是那個射程 就不多 那個射程 就 二三千公里 左右 就是打到日本 打到關島 那些 關島 打不打到呢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台灣就應該沒有問題 那 它應該是打船的 但是現在 這壇事 它很明顯地是 覆蓋全世界 是可以 打到美國 歐洲的了 那說到這裏 想到其他事情 我再補充